关东煮的第一样材料就是昆布 我们会用到两三块 轻轻地用布抹走表面的层 就可以放入锅中 然后加大约三分一锅水浸一两个小时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设定白萝卜 因为你会想白萝卜有腍 有吸收到汤的味道 不记得和你们说 这些步骤是要前一晚准备定的 但如果你是一个很即兴的人 会起床就决定今天要吃关东煮的话 你早上做好这些步骤 晚上喝应该也够腍和够入味 然后就可以开火煮滚那煮昆布 之后就会用到木鱼碎 即将鱼烧上面移动一下 在这些煮东西差不多滚之际 就可以放一些木鱼碎 接着就会下两包的煎鱼粉 煎鱼粉在日本料理里面 都是一个挺普遍的食材 他们经常会用煎鱼粉来做高汤 一汤匙的酱油 如果没有日式酱油也不要紧 可以用生抽 一汤匙的味淋 以上的日式材料 即昆布 木鱼 煎鱼粉 和味淋 在香港的日式超级市场 都是有得买的 所以不用飞去日本 都可以吃到很正宗的风味 最后就加一小匙的糖 完成这个调味的步骤 搅拌均匀 就可以开始煮滚了 煮滚了之后 而你又试过味道是OK的话 就可以放一些白萝卜 再煮多它大概10分钟 等它淋的程度有一半 就可以盖上盖 放在一边 等它放冰 就可以see you tomorrow the next day hello 现在隔了一晚之后 那些萝卜已经吸收了 关东煮的汤 那现在就可以加入其他材料了 我忘记了说 我昨晚还加了两只烧蛋 真棒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会切这个举药 那大概呢 就切这么厚一条 这样呢 在它中间切一刀 不要切到尾 然后呢 再把它往内反 它就会成为了一条很漂亮的鸟卷的了 好 那它现在滚了 我就先加一些鸟药 因为鸟药本身没有什么味 所以加上这个汤 就会很好吃 那接着呢 我就会加一些 需要耐久的时间煮熟的熟米 和南瓜 这些是打火锅吃剩的 我就加进去 那我家呢 就很喜欢喝这个关东煮的汤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多一点水 再调一调味 之后我还会放这个 虾子九卷 但是这个我会最后才放 因为一来它很快就淋 二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 这煮食里面唯一有油的 那我不想煮到这个汤很油 所以就最后才放 都挺甜 可以加点酥油 但是因为呢 不同牌子的煎鱼粉呢 都是 那个浓度都不同的 所以那个 酥油糖味淋呢 都是要 自己调整 那个味淋 要加得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一加多了 煲汤就会好 所以这个酥油糖味淋呢 很酸 糖我就不再加了 因为加了一些粟米呢 应该都会多了一些甜味的 然后呢 再加一些Dubu 即是豆腐 这个冰豆腐呢 啊 死了死了死了 全部放在煲底了 已经冻了 切紋毛房了 好 这个Dubu呢 也是吃火锅的 因为这个是冰豆腐 所以它 不太味道 但是呢 试过加一些 普通滑豆腐呢 就比较容易散开 因为它是一些很fragile的东西 加了豆腐之后呢 都不要怎么搅拌它了 因为这个冰豆腐 已经 被我切到 pixelated了 好了 那现在全部东西都 差不多粘小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最后的 獅子狗卷 吃火锅的时候呢 都吃了几粒丸 所以现在加了 那就可以拿一些举药 供住一些新家的东西 因为那些举药 就 其实就这样也吃得了 即是它不会怕它太腍的 但是就要避开一些豆腐 因为那些豆腐是非常脆弱的 那我看到呢 很多网上的食谱呢 都教呢 下这个木鱼粉之前呢 就要拿走这个 昆布 因为它已经滲了尾巴 但我自己就觉得吃得不好 所以就 放进去 我也不觉得有特别的腥味 那我呢 我会剪一剪它 那就会 容易吃 它也是一种蔬菜 对不对 那关东煮就完成了 不过我会煮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觉得最热的时候 是最好吃的 那我今天呢 还特意做了这个 虎饭 是A company 这个关东煮 这个是雜菌鸡肉虎饭 好像很好吃 我们用了一些 黑米 和糙米 所以就有点深色 哇 有饭椒 我都看不到 是饭椒啊 那你再给不是 那都可以坐在那儿 이러neo 你给你吃饭 就会吃到那儿 在这儿 不过的人 这个是我们拒绝了